各位兄姊妹,作為一個教會主任牧師,神學院院長, 我深深感覺到有這個福音機構 跟我們未來教會的成功與否, 我們未來家庭建立的成功與否是息息相關。 我很感恩讓香港聖文化學會一直成為教會的伙伴。 在過去我看到神使用聖文化學會,你們所出的很多文章聚會, 很多報紙的新聞稿,聲明,這些一切的內容 是很重要地帶出一個合乎聖經的價值觀念, 亦是幫助很多人,能夠去重建他們的家庭,他們的兩性的關係。 事實上,這個社會只是越來越扭曲性愛, 但很感謝聖文化學會,可以在這裏做個明燈, 我想不只是去指,這樣是對的, 我覺得聖文化學會一直都不是做這種角色, 一直都是其實是跟青少年去溝通, 好像做一個口罩,或發揮一個淚水氣的功能。 近幾年是積極透過網上的平台, 學校和教會的渠道,甚至設計一些博機, 向下一代分享健康的戀愛, 婚姻和家庭的觀念。 他們會強調聖人士, 因為有時,聖人士, 誰知道神話的神話, 他們知道什麼它說, 但他們不確定為什麼它說這樣。 有時會有一個為什麼背後, 而且有時會很難找到, 尤其是在這些挑戰的項目中。 在HPTQ,關於很多很多社會的議題上面, 一直在對話,一直在用真理, 來跟這個社會大眾, 跟這個大環境在努力。 多謝你們在這個20週年, 不停地離去裝備教會。 不停地離去跟其他國家, 尤其是在西亞來分享一些資料。 我們真的很感恩, 有你們這一班同事在香港。 所以我很感謝上帝, 透過靜民法學會, 帶給整個香港的祝福。 而前面我會相信, 就是有這麼大的需要, 在靜民法學會可以來回應。 我祝福你們可以跟上一層樓, 可以將神給聖愛本身的美麗和祝福, 去讓我們每一代的年輕人, 都得著這個祝福。 此,恭喜你們20週年了。 20週年,跟你們一起高興歡喜。 我相信上帝是非常非常的喜悅。 我們繼續為主發光, 會繼續來做更加多的事。 我們繼續來配搭。 恭喜你們, Happy Birthday! 我希望你們會考慮支持 Hong Kong Sex and Culture Society, 因為他們在香港做了 這麼少其他人在香港, 而且他們得到你的支持。 在風雨之下, 在閘路上, 堅持作炎作光。 你們對神的忠心, 肯定會得到神的祝福。 願你們歷尚加力, 恩尚加仁。 也都很衷心地祝福, 你們在未來的日子, 繼續給神使用。 也願意更多的教會, 等於會支持聖文法學會的工作, 和心合意去補足這個教會的見證, 產生到美國的種類。